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室内紧张地盯着大屏幕 全神贯注地关注着油气处理系统的状况 一旦出现故障 它需要立即通知人员去排查 中层加班操作工 现在压缩机B机停机了 现在压缩机B机停机了 请迅速到现场去检查 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我们作为海洋上的这个采油的一工人呢 就是我们其实是国家能源安全保障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环 作为一线的采油人 把石油开采之后处理合格了 然后输送到链厂 输送到了天然气处理厂 然后呢又走进了千家万户 作为这个方面的一个产业工人 能够为祖国献石油 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从事油气开采工作十几年来 陈可颖曾先后参与了 牙城汽田 维州油田 文昌油田群 海上油气田 等大型油气田的开采工作 让沉睡于海底的油气 成为可以有利于社会生产生活的有效资源 2016年 由于在油气开采领域贡献突出 陈可颖获得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那么陈可颖是如何走上 海上油气开采这条职业之路的 为了保障石油开采的安全和高效 她又经历了哪些艰辛呢 1986年 陈可颖出生于山东泰安 从小没看过海的她 一直对大海怀着无限的憧憬 高考后她填报了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油气储运工程专业 当时在报专业的时候 就发现在青岛的有一个学校 就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然后靠着海 然后我觉得这个挺不错的 所以我当时就报了那边的一个学校 2009年 陈可颖大学毕业后 进入了中海石油 中国有限公司湛江芬公司 并被分配到当时 我国海上最大合作汽田 海南省三亚市的牙城汽田 成为了采气专业的一名现场操作工 现场操作工它其实最大的一个作用 就是让你了解现场 熟悉现场 让你对现场的每一个设备 每一个工艺管线 前后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就让你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 在油气开采工作中 通常由班长负责总体的指挥协调 一个中控式操作员 在中央控制室调度处理流程 余下的现场操作员 负责在平台上操作设备以及巡检 陈可颖担任的现场操作工 主要负责平台上设备的维护保养 测试运转 清洗更换 以及应急消防 是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岗位 现场操作工 它要求对现场的一个巡检 就是两个小时就要去巡检一次 尤其是那种高的设备 我们都要去爬上去 然后去检查这些仪表 还有设备的一个状态 保障它的安全 我这一次我巡检下来 就差不多要花40多分钟的时间 所以说每天的活动的工作量 还是非常大的 陈可颖跟着师傅边看边学 并且在给师傅打下手的时候 积极请教 慢慢地 她掌握了现场操作工作的 所有环节 能够独立操作生产厂区的 各项设备 2010年 中国海洋石油第四届 职业技能大赛开始初选 陈可颖主动请英参加比赛 2010年的时候 我们在公司 她先组织了一个 最公司四季的比赛 然后师傅就带着我们三个人 去参加比赛 我们拿到了团体的金奖 然后我们一起去参加了 分公司的一个竞争大赛 然后这个过程中 我拿了个赢奖 然后就代表着分公司 去参加了我们的一个总决赛 一路过关斩将的陈可颖获得了参与总决赛的机会 但是总决赛之前 她还要参加仿真平台的集中训练 而训练的过程其实也是不断淘汰的过程 参赛者会在一次次操作考核中被淘汰 直到留下最后十人 分成两组去参加总公司的总决赛 当时就是因为我的一入职 然后也就过了一年半 然后就在参加比赛了 当时是对于现场的操作 还有中控制的操作 相对来说经验都是很欠缺的 我就只能逼着自己去学 然后把这些个没见过的设备 最起码先把原理搞懂 凭借扎实的基础工作 和训练时的刻苦学习 陈可颖最终进入总决赛 她和另外四人组成一个班组 前往天津参加总决赛 然而天津的设备 与此前陈可颖团队 在湛江训练的设备并不相同 因此他们并不能熟练操作天津的设备 当操作班长发出指令后 中央控制式的队友 能否迅速调整对应参数 生产场区的三个队友 能否立即响应疏通对应流程 仍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问题 而留给他们熟悉新设备的时间 仅有一个小时 虽然当时大赛前 这给我们一个小时的一个 时训时间 但是它是允许你看的 我们自己就采取了一个最笨的方法 不断地去练习 就练位置 练动作 那我该蹲一下的时候 我也蹲一下 我该按钮的时候 我虽然不按在他身上 但是我也实际上那样去按一下 这样不断地去模拟训练 模拟训练 然后让自己的这个技术记忆 慢慢地去形成 比赛前一个小时紧张地演练 让陈可颖团队 对比赛现场的设备 有了一定的熟悉感 并且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演练 团队成员们紧张忐忑的心情 渐渐平复了下来 最终他们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拔得头筹 陈可颖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 获得了极大的技能提升 其实刚开始宣布名单那一刻 自己感觉还是一个在懵的状态 就是听到了这个宣布名单之后 感觉特别的高兴 这个就是没有想到 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能够拿到这个金奖 当时就是沉浸在一种 比较喜悦的氛围里 就是当时想着 就是自己的技能 得到了这个总公司的一个认可 自己也希望呢 往更高的一些舞台去发挥作用 支援更大的一些价值 比赛中的优异表现 让陈可颖获得了更多 参与重要项目工作的机会 2012年7月 陈可颖被调入 维中合作油田生产准备组 担任操作班长 这是在开发过程中 由中方担任作业者的 中外合作油田 能够作为这种合作油田中的 这种合作业者充分地代表着 外方对我们一个信任和认可 然后把我提到了这个 这样一个合作的油田 然后毕竟还担任一个主操 这一方面呢就是 单位就特别信任我 他还是认为我的能力可以 我自己就是说被达到认可 感觉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然而在2012年底 项目进入冲刺阶段时 由于现场条件有限 施工事项多 交叉界面广 项目按期投产 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个项目啊 它的海上安装比较特殊 它是分了几块来进行安装的 所以我们在后期呢 需要把这几块全部对接起来 不管是甲板面还是管线 全部要对接起来 对接起来之后呢 我们才能开展相应的调试工作 所以说这剩余的工作量啊 特别的大 然后投产的日期呢 又特别的紧 采油平台上的管线错综复杂 对接起来十分麻烦 严重影响施工方的安装进度 要想按时完成 试生产前的准备工作 必须找到影响安装进度的关键问题 于是陈可颖主动承担其任务 带领团队成员 一起在秘如珠网的管线中排查 然而 一个甲板面积就约有3000平方米大小 这样的甲板有四层 仅仅是疏离管线 就需要在12000多平方米的平台上 往返来回 不断穿梭 与此同时 在石油开采时 一般会半生天然气 天然气和原油经同一个管道输送出来 再由各自的处理装置进行收集 我们排查主要还是盘查的 就是说这个各个管线 它有没有对接到位 它的安装方式是不是正确的 还有包括相关的设备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油气水各种管线 每一种管线里面它的建制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进行查线的时候 为了保障每一条管线的安全 要对每一条管线都要进行跟踪一遍 所以说我们就要来回地沿着它走 然后去查线 来回地去绕 我们就是一心想着是把这工作做完 所以说每天呢 就是让自己工作在十六七个小时 然后每天爬下的去查找各类问题 最终呢我们也是末排出来了很多的问题 对问题进行周密梳理后 陈可寅开始与施工方倒排工期 压缩每一阶段的工期 按照完工时间 再根据工程现在的施工进度 向前拟定出每一阶段的完工时间 保障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工程 最终项目逐期试生产了 然而由于是全新的采油平台 在试生产期会出现很多复杂的问题 最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井口生产的油气 通过海管外输的过程中 在海管中分层的问题 因为油和气的向太不同 在管道中流动时 一个流动得快 一个流动得慢 从井口到达中心平台的过程中 就会在海管中逐渐分开 形成一段油一段气的断塞 我们称这个现象为断塞流 气过来的时候呢 我们把气的压缩机都起起来了 这个时候的油的量特别少 我们把油处理的设备 能停的就都停下来了 但是下一段呢 油又过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天然气处理的压缩机 就要都停下来 油处理的设备呢 又满负荷的去运转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就握着鼠标 一直不停地调 不停地调 去调这个参数 让尽量地让这整个生产系统 能够平稳地去生产 第一次面对突发状况 这惊心动魄的一碗 让陈可颖终生难忘 然而 等到同事来换班后 她却没有去休息 而是立即开始跟同事商量 如何改进这个问题 我们当时分析嘛 就是说 这个你气不是走得快嘛 然后油走得慢 那么我能不能 就是对整个管线过来的这个油气 稍微节流它一下 让气不要走得那么快 这样的话呢 油又没有特别的影响 这样的话把一个长段塞 分段成为一个小段塞 这样的话就是整个运行 就会更加平稳一些 通过阀门对上岸管道内的流体 进行节流的方式 陈可颖解决了石油开菜时 断塞流的问题 而有了这次成功的改进经验 陈可颖在工作中越发自信 同时也激发了她在工作中 主动解决问题的信心 2012年底 陈可颖带领团队在一周内 排查出油气管道施工中的多项问题 与施工方齐心协力 最终在规定期限内 完成试生产前的全部准备工作 然而就在试生产期间 陈可颖发现了新的问题 在油气处理流程中 从海底采集出来的石油和天然气 会分别通过原油处理系统 和天然气处理系统进行处理 而一小部分气压 达不到采集标准的天然气 会经由放空火炬装置燃烧掉 我觉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我所有的发生了关断之后 那我必须要把这些天然气 全部放空去燃烧掉 这样才能保障整个平台的一个安全 然而就在一次放空天然气燃烧的过程当中 陈可颖警觉地发现了异常状况 这些天然气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冒有黑烟 存在燃烧不充分的现象 陈可颖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刚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在冒黑烟 让大家一起对原油处理 天然气处理所有的工艺进行了一次排查 最后我们就锁定了高压这一块的凝锡油 最终输送到了低压的原油缓冲罐里面去了 这一块凝锡油到了低压之后 它就发生了一个闪征 闪征它就闪征出来了一些 就是我们在燃烧的时候 它耗氧量非常高的这样的一部分组分 这部分组分到了火炬它燃烧的过程中就冒了黑烟 凝锡油是指天然气凝结在一起形成的天然气油 就如同水蒸气汇聚在一起形成水滴一样的 压力越高凝锡油越饱和 液态更稳定 而当压力不够时 凝锡油便会瞬间蒸发成为气体 而这些气体当中含有部分不易燃烧的成分 然而放空火炬冒黑烟的原因虽然找到了 可如何解决却是让陈可颖十分头疼的问题 因为凝锡油是从凝锡气田或油田 半生天然气凝锡出的夜象组分 在采油中属于需要采集的有用资源 不能舍弃 我既然锁定了这个问题的根源 所以说我就设计了一套改造思路 然后把这个凝锡油 就把它改造了直接去下海管 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一方面可以实现凝锡油的一个回收 第二个方面 就是我原油加入了凝锡油之后 它的流动性就更好了 它也有利于原油的对外输送 所以说这是一个一举两则的一个事情 通过直接让凝锡油 跟随原油一起外输的方式 陈可颖解决了放空火炬放空时 燃烧不充分冒黑烟的问题 并且在加快了原油流动性的同时 还增加了收益 然而陈可颖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结果 由于投产初期 放空火炬放空天然气的总量 达到每天十万立方米 陈可颖想要将这一部分放空的天然气 也进行有效回收 我查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然后也发现了 就是对于这个火炬器回收这一块 研究的人也不多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 当时大家都是看着这么大的放空量 觉得是非常的可惜 都急于地想去找一个解决的方法 然后把这个气争取能够回收回来 由于放空的天然气压力过低 因此在正常的天然气处理过程中 无法收集 但是如果压力适当提升 就有回收的可能性 陈可颖开始思考 如何把这些低压的天然气 统一收集起来 因为这部分放空气 它的压力比较低 没有办法回收 所以说只能被燃烧掉 所以我当时想 能不能找到增压的设备 或者增压的方法 然后让它达到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所以说我就不断地朝这个方向去思考 然后通过优化流程 这个方法还真被我找到了 同时我也设计出来了一套 低压器火炬回收的这样的一套工艺 一路就是通过自动调节盘的方式 然后控制我低压的火炬器 通过微量的增压 然后到低压压缩机去回收 第二路就是通过设置了一组爆炮片 如果压力超过了我的操作压力 这个爆炮片它会直接爆炮掉 保障我整个回收系统的一个安全 陈可颖探索实施的放空天然气 和宁溪油的回收方法获得了成功 解决了以往一直无法回收 有效资源的问题 为该平台每年回收天然气 3600万立方米 宁溪油2500立方米 工作十多年 陈可颖始终保持着一股不服输的拼劲 使她在面对一项又一项困难时 都能勇往直前 2016年的时候 我就成立了一个创业工作室 一方面我就带领着这些个技能人才 对现场的难题开展公关 帮他们解决一些遇到的生产问题 第二方面 然后我们也是瞄准了这些个卡扑的技术 然后在这个中间做一些工作 去找一些国产化的替代 或者是去自己自主地去解决一些卡扑的技术的难题 第三方面 然后我们也是带领出来了很多的高技能人才 最终呢 我们也是想着带着这些高技能人才 一起为国家的海洋石油的开采 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拍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拍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